斗破苍穹和舞动乾坤 是我青春的回忆 还记得当我听说斗破和舞动要拍电视剧的时候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玩 我的青春要被编剧和导演毁了 结果当然不出我所料 这两部电视剧被毁得非常彻底 当我仅存了幻想摔得粉身碎骨 我相信导演和编剧知道 这应该是一部玄幻电视剧 但是你们拍出来的怎么看 怎么像是武侠片 哪里有玄幻 你们用说粉的青春 拍出来了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的电视剧 良心不会痛吗 我不反对改变小说 毕竟几千张的小说不好拍 但是你们将原有改得非常彻底 抛开电视剧的名称 请导演和编剧告诉 这部电视剧哪里有斗魄苍穹的影子 对不起我没有看到 我相信书本都没有看到 既然拍不出来就别拍 想拍还不将这部电视剧做好 除了圈前 我实在想不出来 有什么理由 让你们怎么干 斗魄代表的是回忆 是青春式无数个艰难岁月中的灯塔 吐槽完了剧情 我吐槽一下特效 我刚刚也说了 这本来应该是一部玄幻剧的 你们给拍成了武侠 还是那句话 拍不出来就别拍 想圈前对齐吗 也要让我看看 你们的诚意吧 这种程度的电视剧也好意思拿出来 你们的良心真的不会痛吗 最后补充一句 毁掉这部小说的所有工作人员 你们辛苦 毁一部经典一定很累吧 所以我求求你们 别拍这种电视剧 OK 虽然喷豆破苍穹剧版喷得很厉害 但是我只喷导演不给特效 却不上升演员的喷法 而且个人觉得吴磊真的演技在线 长出翅膀 那个青筋抱起的痛苦 真的是令观众看了都觉得疼 弹幕一片骂声里 我也看见了 这里演技的肯定话语 总是电视剧情对比小说各种漏洞 加上特效不过看起来很滑稽 被喷是可以接受的 作为吴磊的路人粉 我很庆幸 这是由男性向小说改编的 男生喷的真的都是剧情和特效 都是在里的 我都接受甚至觉得大家很可爱 也希望吴磊以后的戏路越走越远 越走越好了 吴磊的粉丝真的是很理智的 弹幕里也没有为了概括吴磊吹剧什么的 少数看演技或者有小红心的地方 才出来领一下三十的眼 但愿观众一如既往的善良